欢迎收看评论文章 我是平秀玲 今天又有三例的境外移入 不过好消息是 我们的第一批新冠肺炎的疫苗 终于到货了 今天11点21分 在桃园机场有一架大韩航空 再来了11.7万剂的新冠肺炎AZ疫苗 指挥中心说 这个不是COVAX所分配的疫苗 是我们所采购的1000万剂 部分11.7万剂的交货 到底怎么打 打的过程需要注意什么 节目当中深入来探讨 这个重要的议题 介绍今天节目来宾 自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员黄世坚 秀玲好 大家午安 自媒体人尚义夫 大家好 农气发展协会副女长林玉宏 大家好 他是知名农业粉砖 林北好游的作者 那这样介绍大家可能比较认识 那我们来关心一下AZ疫苗 今天终于到了 那一大早听到这个消息 说11.7万剂的AZ疫苗 已经到台湾 大家想的是 怎么是11.7万 不是一直都讲是20万 原来陈时中解答说 这11.7万并不是COVAX 所分配的疫苗 那COVAX所分配的疫苗 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知道 但是这是我们所买的1000万剂疫苗里头的一部分 先来了11.7万 而且来得非常的突然 那大家看到飞机降落 传出有这个消息 那中央社报导说 有卫福部的官员说 我们是在飞机即将要降落前一个多小时 才收到消息说疫苗要来了 那相对于昨天的记者会 大家还在问那疫苗什么时候来 当时的庄人想来告诉大家 这个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最晚5月底前会来 那至于COVAX这个分配会不会黄牛也不清楚 那索性今天来的不是COVAX的那批 是我们自己买的 那他真的是在9点多的时候 才通知卫福部 那这个疫苗是会给医护人员打 本来我们说是一个人打两剂 所以也只能有5万多人打 不过现在指挥中心已经决定要调整 11.7万人都先打第一剂 就第一剂先打了11万人 再说那至于第二剂 会不会在8周或者是12周内到达 因为两剂要有这样的一个间隔时间 这个恐怕现在也没有办法保证 那他希望了8到12周 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就打了第一剂之后 效果就有71%的保护力 既然有这个保护力 就希望打的层面越广越好 所以不再只拆成一半 就是全部11.7万剂先全面开打 再说 不过这的确蛮奇怪的 这个surprise 不只是我们大家surprise 连城市中好像都蛮surprise 飞机都快要落地了 如果是从韩国的SK厂来的话 这个起飞的时候还没通知我们 难道他起飞的时候 还不知道要在哪里降落吗 等到快要降落的时候 才通知说疫苗来了 这是蛮奇怪的商业交易吧 今天坚哥坐我旁边 所以我要沿用坚哥 每次什么事情都要四个字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这个事情难以置信 无法理解 模仿一下坚哥 真的难以置信 我不是说要批评政府 因为这不是政府的错 飞机已经飞到快要降落前一个小时 我们才知道 我们现在买一个Uber EOS Panda 东西送到哪里有没有拿货 我们都能查得出来 我这不是跟大家开玩笑 任何人如果是我们国家设为 禁止进入不友善的这个对象 我们把它在直接边境 他在他的国家的飞机 护照一弄进去我们就知道了 他可能就飞机根本就不能飞了 连人 连事 连物都可以掌握 这是疫苗 全世界现在抢到破头的东西 飞机已经从韩国起飞 到一个小时要落地了 表示他已经早就起飞 飞在办公室我们才知道 而且是我们付钱买的东西 也不是坏东西 所以我们分开两层次讲 疫苗终于到了 这有什么好骂的 这评论员没什么好骂的 疫苗来当然很好 但是问题是你说从何到底都不知道 今天要送来飞机已经起飞才知道 我真的觉得无法理解 难以置信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其他国家 我们不一定要学别人 其他国家 大部分的国家 元首都亲自会去接那第一批的疫苗 它代表两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说 他重视这个 也希望后续的这个到达 到货能够不要断货 表示我们国家的重视 总统亲自去 而且他不但去接机 去接疫苗 他还会亲自的施打疫苗 我就不要细数了 太多国家了 新加坡理解的我们是亲自打 很多国家的元首都亲自打 但是我们今天第一个 蔡总没有去 那我不说蔡总一定要去 蔡总今天去坤冰博那边 蔡总可能还没接到通知吧 在他降落的时候 所以我说无法自信 我们对于疫苗 居然是到飞机已经要落地了 我们才知道 这个真的不 你一般谁 总要去接机吧 儿子从美国回来 你也知道 好 这送过来 人也没得了 所以我只能用无法自信来 这不用问好 中华民国政府一定在 对啊 如果飞机就降落就对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难道要去负责 接这疫苗的人 他们不知道 真的是这样吗 我现在只能问到这里 第二个就是说 打的问题 我不能强迫总统打 但是其实其他国家元首 是有施打的 可是才这么少 11.7万 你还要叫这个打 那个打 不是 重点来了 因为苏院长他讲得很清楚 就是如果疫苗不够 他就不抢打 那这样看起来是不够 那如果大家不敢打的话 那我带头打 他意思是这样 这样看起来也是 也是没有错 但是各国的元首 他们其实基本上都会打的 不管够不够 有疫苗就特别施打 其实那只是求一个安心 总统都敢打了 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族群 大家接下来就各自选择 但至少总统敢打 大家不要怕 那各自有人要打 有人不要打 可是我们是第一个 不知道货要来 第二个 总统没有绕机场阶级 第三个 总统也没有要公开打 坚哥 这个难以置信的故事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跟人家买了 一千万剂的疫苗 他先交货11.7万 然后神神秘秘的 在飞机都快要降落 才通知我们说 你的疫苗到了 怎么回事 秀琳 我也四个字 回应刚尾汉的这些批评 吹毛求刺 我通偏听到尾汉 其实过去我看很多分析 都很好 很正确 可是这一次我听到他的 也是四个字 酸言酸语 就是都从头到尾 对 这么好的一件事 那竟然都是 这个负面批评的比较多 那说实在话 来给我们一点真能量 对 总统有没有去接疫苗 有很多国家领袖首领 没有去接的 很多比比皆是 其次 现在疫苗是卖方市场 因为大家都急着 在开头这几个月来打 所以现在是卖方市场 那我是觉得 我们这个民进党的执政 在这次疫苗的采购这方面 我们的宣布也好 我们的处理态度原则 我觉得是恰到好处 就是说我们不会过度去乐观 说这个我们多快 就会取得有多少的量 没有 我觉得我们照这样就是 很踏实的 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子做 我们不会说要为了抢工 那抢先去发表 有怎么样的新的好消息 不 建哥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我们买疫苗一直都被打压 会不会是说这个疫苗 要送来台湾之前 如果先通知台湾 可能会被打压 这消息走漏 所以在最后一刻 都已经快要降落 确定没问题了 他才告诉大家 秀琳 谢谢 你刚刚讲的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因为现在中共对我们 不但虎视眈眈 而且充满恶意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先取得这是一件好事 就像圣诞夜 大家期盼的圣诞老公公 突然降临了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 能够获得这个 这个商业交易 这个不是COVEX COVEX还没来 我们可以获得 SRENIC卡原厂他们的青睐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台湾 防疫这个成绩 我们这个政府到现在处置得宜 有得到人家的肯定 我们不会动不动摇摇扎 跟人家胡闹 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一桩 我认为任何的评论 至少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应该肯定 陈时中指挥团队 跟我们政府这一段时间 任劳任怨 那么默默地努力 不是 尚公 今天跟你想要是说 因为我们没有一直去吵闹 说怎么还不来 怎么还不来 就乖乖地在等 所以他就突然降临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九百九十万计 是不是也这种方式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就突然降临在桃园机场 我觉得这个突然降临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总统接不接机 总统打不打 对我来说 我一点都不在乎 好吗 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蔡英文爱打就打 不打就算了 拉倒 我真的不在乎总统打不打 我也不在乎行政院院长打不打 我比较在乎的是 你那些最危险的人 是不是要先打 永安现在已经公布了 对 我比较在乎的是这个 照顾确诊患者的医护 对 我比较在乎的是这个 总统走到哪头 一群人围得紧紧紧的 公开场合也被保护得这么好 打不打无所谓 而且总统要先打 对不起 AZ不是第一批的AZ送到台湾来 各国的元首都 该打的都打了 其实不需要拿 蔡英文说我打了大家才敢打 拜托了 这个就不必了 这个就不必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种的商业模式 确实是蛮奇怪的 就你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当初所规划的 机盆旁冷冻车检验怎么样 等等的这一些规划完 这一瞬间完全都不一样 完全都不一样 他是来演习的 来测试我们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 很奇怪的模式 就我们跟你们买 我们冷链如何处理 我们在机场如何处理 它是一套模式 之前连华航什么淘机 全部都演训过 结果 蹦一个来 全部都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那这个很奇怪的是 难道陈时中或指挥中心都没有任何的说明 就告诉你说 我也是九点多才知道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那这里面到底出什么事 打压 基本上说到打压 我现在就比较不会那么相信 要打压我们买一千万机 公布的这么快 要打压找打压了好不好 Covets就是说 Covets就是从韩国来 要打压找就打压的可以了 我觉得 现阶段还说 打压我真的有一点 不是那么相信 有一点不是那么相信 还能有什么理由 不用事先通知 或就来 我补充一句 如果是打压的话 应该是我们知道 但我们不讲 对 不是说我们也不知道 打压是说我不讲 避免破局这个可能是为了 怕对方为难才说 我这个是知道 我觉得一定是 跟陈水北那时候 当总统出访很像吧 各国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你要跑到哪里去 突然就来了吗 难道是这样吗 所以这也是疫苗的迷航 我觉得很麻烦 就是说疫苗 它必须要有温度控制等等的 运输上的安全考虑 突然通知你 一个小时 突然告诉你说 这样可能有两个小时 将近快两个小时 那九点多才知道 十一点二十一落地 对 所以有两个小时 十一点二十一吧 对 十一点 后来它修正了 说十一点二十一分落地 好啦 不管 那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怎么可能说 在飞机上面 然后你才知道说 这部飞机要飞台湾 几点要到 里面装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就算打压好不好 我们知道打压 那彼此私底下 在你运送过程 疫苗控制温度什么 我也事先告诉你 你准备好吧 打压也应该这样 但是我们彼此都不要说好不好 那不是啊 我觉得这个跟打压 真的有点不太像 这个好像有很多进出口的经验 有人这样子进口东西的吗 我补充一点 就是说其实在做商品的国际贸易上 因为这是空运的东西 空运的东西 大概至少要十二个小时前入舱 大概都会抓十到十二个小时前入舱 也就是说这一批货 如果是今天十一点到的话 那它在昨天 昨天大概十点左右 它就已经入舱要给谁 就是已经确定的东西 你说在大韩航空 在昨天晚上十一点 就要放进飞机了 对 因为我要准备后续的程序 所以它一定要入舱 那你如果再晚一点 如果再晚一点 它至少也要三点 凌晨三点左右到 因为它还有后续进舱出舱 后续的程序在 因为它不可能就是说 我东西到了 马上就清关 马上就运过去 飞机就上了 但没有这样的作业了 对 所以它不是说 它起飞的时候才知道 它飞机装什么 如果它是昨天晚上十一点 就知道它这个飞机 要装这个AZ的疫苗 要飞来台湾 然后它却不通知台湾 今天早上九点才通知台湾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对不对 大家现在问一句就是说 这很离奇 其实离奇没关系 反正如果11.7万剂这样子来 最后的990万剂 也这样子赶快来 那也就算了 只是指挥中心自己要搞清楚 我们不清楚没关系 它总要搞清楚说 这一批疫苗到底为什么 在没通知的状况之下 就来了 那我可以准备 万一它一次来了900万 我有沒有能量 可以立刻的做冷链的 这就是来500万剂 你怎么办 我们有1000万 我们定了1000万 你根本没办法 他突然来的11万 义夫是酸得恰到好处 刚刚好 我本来以为 我本来以为义夫他会说 是不是送错国家了 那今天送错了 明天就会几个 怎么可能会送错国家 拜托 还好你没有讲这么离谱的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 因为这个是非常状况 我们不用搞清楚 他要搞清楚 真的 从去年1月开始 这个武汉肺炎这种事非常状况 全世界都一样 所以非常状况 有这个疫苗 医疗用品 就会有一些特殊的处置方式 我想国际之间都有这个惯例 第二点我还是觉得 其实我认为指挥中心 我们政府 其实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原油 但是可能不方便透露 但因为这个是一件好事 难道又是有人不希望台湾高兴吗 所以是最有可能 对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点上 就是说现在没关系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人家出货不告诉我们 要收货的顾客 没有关系 但是他可能要知道 他必须知道说 这个管道是不是 有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因为今天只有来了11.7万剂 万一一次来了1000万剂 我们有那么大的能量需要准备 立刻去安排 怎么配送 怎么施打吗 突然爆量该怎么办 那就是这是陈时中要烦恼的事情 提醒指挥中心要去把事情搞清楚 为什么呢 飞机已经飞了 我们才知道疫苗要来了 那前一天晚上 大韩航空在装货的时候 那这个难道我们都没有掌握 还是我们驻韩国的相关的代表失职 这也有可能吧 假设他是从韩国起飞的话 那驻韩国的相关的代表 理论上应该要掌握这件事情 这很合理吧 这个外交人员 是不是应该需要知道 其实不管是任何理由 因为我们都是站在台湾的议场 去讲这个事情 当然希望疫苗能够来 但不管是因为任何理由 这个事情这么的离奇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觉得很离奇 想不出来为什么 虽然跟坚哥看法不同 因为你看他只来了11万 还有990几万 990万左右 那如果因为这个事情不能讲到 连我知道他要飞飞机 我都只能讲我不知道 然后以避免到后续会有问题 你今天第一批送来的 后续900多万就有问题了 除非你一次送完嘛 已经送完了 然后我不知道 那他们有第二批第三批人 那就不会被打压了 如果还是怕中国大陆会去打压 跟韩国施压 跟AZ施压的话 那现在我们还有900 还有900多万没有来 可能会被扣在那里 对啊 你现在这样子有什么用 你这样低调说我中傻 那没有用啊 所以这种东西 它是高度机敏的货物 我们怎么可能 也等这么久的 天天指挥中心都在乎疫苗 什么时候来 不管虽然它不是call face 至少是我们花钱买的 所以我才会讲 不忍苛责 但是我实在是想不懂 为什么指挥中心 会在飞机起飞以后 才知道这个货要来 上公你有新的想法吗 没有 我是说 你11点七万剂都到了 然后全台湾人民都知道了 你说中共要开始打压 不在乎你什么 我知道你已经运到了 要打压 开始失利 我说这已经没有必要去隐藏 什么打压不打压的问题 你说 因为我们怕被打压 所以不讲 那11点七万剂来了 那中国真的要打压的话 跟韩国施加的压力 不就开始了吗 这跟打不打压 有联动关系吗 我真的不认为是打压 那到底什么因素 当然疫苗来是好事 越快来越好 这是大家的共识 这个没什么好争议的 这没什么好争议 它是好事 但是问题是你让人民觉得 今天是11点七万剂 你还淘鸡等等 你都还有机会 可以在一个小时里面 赶快去处理好 如果今天来了五百万剂 我们可以处理好吗 所以有些事情 你还是适度的做一个说明 难道陈时中指挥中心 没有打电话问韩国 问AZ说 你们怎么会这么突然呢 你给我一个说明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要硬硬 我变成在忙乱中 我要硬硬 不要出问题 这会造成我的困扰 我不用去跟韩国或AZ 说承认一下也好 就说你适度给我们说明一下 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 总该有这个程序吧 否则下一次又这样来 陈时中难道说半夜12点说 我半夜12点知道了 然后飞机半夜一点多钟 凌晨一点多两点才会到 然后逃机的人再放假 全部叫出来上班吗 全部叫出来上班吗 所以我觉得疫苗来是好事 但是这整个过程 我觉得太让人意外了 万一后面还是这样 疫苗如果因应不齐或干什么 出什么状况 或是说它的未来品质 因为保存的温度出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是还好 那我请问你一下 像莫德纳或是我们真的买到BNT 如果也跟你来这一套 它冷练是七十度六十几度 那个更难的那种东西 这个只要二到八度就可以了 对 如果你没有提前应应的话 那会出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虽然北宜所思 但是适度说明 那疫苗来 我觉得让医疗人员 有风险的人先打 都是好事 好 这件事情真的是 怡云重重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号 那到底有没有中国打压的因素在里头 现在也不知道 反正指挥中心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真正有中国打压的 凤梨 那这个凤梨事件已经从这个 二二八廉价前一直延烧到现在 那当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跟解读 那民党立委陈廷飞就说 为什么中国要对于台湾的凤梨禁止输入 是因为中国自己种了凤梨 而且他为了要行销自己的凤梨 不再吃台湾的凤梨 而且他说这是因为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有很多官员去中国大陆抱大腿 把农业技术跟种苗外移 所以中国已经会自己种凤梨了 那他说当时还宣扬现在终于吃到苦果了 这是国民党给台湾人的苦果 是这个凤梨被弃单被禁运 那另外当然有网友立刻找资料 就发现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网的网站 它报导说有人到中国大陆的海南岛 去种凤梨 而且种的就是这个金钻凤梨 现在台湾最有金钻力的凤梨 应该是金钻凤梨 就是种金钻凤梨 然后这一个去种凤梨的是 民进党籍的一个里长 所以是民进党把这个种苗 把金钻凤梨的种苗 送到海南岛去种了 所以这个金钻凤梨 到底是谁去中国种 而且在中国种了金钻凤梨 就是让台湾的凤梨被弃单的原因吗 好友 我就是觉得说 其实第一个台湾跟中国 从来都不在意品种权 对 所以说你今天这个品种外流 这种是到处都外流 我们台湾也偷桌过的品种 你像我们讲的玉核包 玉核包原种是来自中国的非子孝 我们把它偷过来就叫玉核包 改个名字就叫玉核包 我们也从来不在意过这些品种权 那你像这几年台湾热卖砂糖局 砂糖局完全是中国品种 所以我们两岸之间本来 就从来都没有这些品种权的概念 那你特意说 这是国民党带给台湾的人 那以我一个业者的角度 我们知道有些业界的前辈 很少就把苗带过去 但是这你要牵扯到国民党民进党 我觉得这是太过政治的造作 你可以说那个疫苗是一点 今天保密就是怕国民党 对 我觉得说第一个这样看 都可以给国民党 再来就是你看这个 即使安妮认为它是民党 我就认为这根本跟它没有关系 你看它在大陆去引进金钻凤梨的 那你今天你要怎么把苗带过去 这说明它在那边种 代表那边早就有苗在卖了 不是有人说只要带这个凤梨的头过去 就可以种吗 对 你带凤梨的头过去可以种 那你请问你hand carry可以带多少 你带个两箱好 给你带个三十株好了 你从三十株要发展到三万株 你要花几年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不可能 它在那边能种 是代表它在那边就已经买到 那个凤梨的苗了 投过去就可以的话 对 那它跟我们买凤梨不就 买四万顿就有四万个凤梨头 什么四万个 一个才两斤多而已 你要有那个凤梨 那个值下去 你可以在产地都是这样值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去计较说 这个凤梨总苗到底是国民党带去的 还是民进党带去的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在农业的两边的交流之下 有的时候我们用它的 有的时候它用我们的 那这个是这一次 所谓的凤梨被禁止 进口的一个原因吗 这是被凤梨被进口的原因 我觉得说这它有 中国有它的政治考量 因为中国在两岸农产贸易上 从去年就开始很多的小动作 包含说去年的兰花 开始不让你清关 甚至一些雨产开始卡关 但是中国从来 就是没有比较白纸黑字的 用这种禁止的模式 像你可以看到日本的富士苹果 日本富士苹果理所当然也可以进中国 可是中国没有一个进口商敢进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交代就是说不能进 仇日的群细不能进 可是你在中国也是可以看到一些 日本的富士苹果 有的就是假的 有的就是走私的 毕竟中国连糖都能走私 走私苹果也不算什么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环境 那其实以中国来讲 其实中国发展凤梨的时代也很久 他们在雷州半岛那边 徐温那边 那边种植的面积是几万公顷的面积 那只是说以前在物流不发达的时候 他们只能种那种比较耐除运的品种 不然他如果种台湾这种金钻 在以前来讲 他连运到广州都运不过去 那这几年其实在海南 在海南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天地人这个企业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在讲的 这是一个凤梨品牌吗 对 它不只是一个凤梨品牌 它还是一个上市的公司 对 你可以看到 它种植的面积从最原始的50亩 50亩大概就是3公顷 到现在15000亩 也就是16000多公顷 所以它增长了500倍 那它也说它种金钻凤梨的面积 高达11000多亩 也就是说它种了至少8000公顷的面积 那它是一个专业的种植集团 你如果说能影响台湾金钻的 绝对是这种大型的种植集团 跟那些小农种200亩 200亩也才几甲而已 大概13甲而已 13甲而已能影响什么 所以你看这个天地人这个公司 你可以看下一页 下一页有它的通路 你可以看到合作伙伴 它种了还卖得出去 对 你看百果园 百果园在大陆有4000间的零售 先锋有2000间 那永辉 永辉就是腾讯几下的超市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些通路加起来 超过一万间的零售的店面 所以它才有办法去卖它的凤梨 所以真正影响大的 其实是这种大公司 可是这应该是影响 就是商业上面的竞争嘛 就是说台湾的凤梨 在大陆可能会面对 这些的商业竞争 而没有办法出口更多 可是这次是政治上面说不能进啊 对 这次是政治上说不能进 而且不只是政治上 您广州市场都停止你卖 上礼拜五是台湾凤梨 最后一天在广州市场卖 那礼拜六之后就不能在广州市场卖 所以他们上面是规定不止你进 而且我甚至你公开的批发市场 不让你卖 那至于零售呢 他们就说你们零售的 就把这些零售我管不到 但是你们零售就把这一批卖完就卖完 那凤梨因为是台湾出口中国 数量最大的一种水果 所以它也代表是一个警讯 就是说我以前两岸之间 因为以前台湾是没有出口多少凤梨过去的 那你可以看到从2005开放之后 开始中国的不断的让利 包含在关税的减免 然后进口的补贴 然后增值税的减免 来让你的凤梨一下的都一直过去 还有包含这菲律宾 2012年菲律宾的事件 对 那所以台湾凤梨越来越依赖中国 那这种结果是它不断的让利下来的结果 我刚刚好有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凤梨的运输保存非常困难 所以你要外销其实有很高的难度 台湾的凤梨在新南向的这个成绩 不是太好 是不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看就是就算在中国大陆 它在雷州半岛 现在是他们最大的凤梨产地 它的凤梨要卖到广州 可能都有问题 那只是在雷州到广州都有问题 那我们的台湾要到新南向的东南亚 是不是问题更大 我们来讨论一下 台湾的凤梨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 做外销的一个农产品 先进广告 大家好 我是品秀玲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 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 深入的追踪 加入我们评论无双YouTube频道的会员 专属的影片 专属的徽章 我们不见不散哦 中国大陆到底为什么禁止台湾的凤梨 是因为技术被偷走了 他们已经有很大量生产的凤梨 还是有政治上面的因素 还有呢台湾这些年一直说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要分散风险 那可是这一次凤梨被禁了 大家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外销的凤梨当中 90%都是销到中国大陆 联屋还甚至更高 外销的联屋 97%都是销到中国大陆 那新南相到底成绩好不好 这两天陈其中在立法院里头跟立委进行大辩论 说新南相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好 不能只看凤梨 不能只看联屋 要看其他的 那我们来看看去年的三月份 蔡总统在脸书上面说 我们不止新南相很成功 我们还把凤梨送到澳洲去了 凤梨说我要去澳洲咯 是一个大突破 台湾的凤梨已经成功的开拓外销的市场 结果好游就去翻了这个关税署的资料 发现在蔡总统宣布大突破的时候 去年外销到澳洲去了 其实不是凤梨 是凤梨干 那有56公斤 那从去年三月到今年一月 没有生鲜凤梨 那总产值 我们的大突破 由总统亲自出面宣传的大突破 总产值是13.1万新台币 我们总产值13.1万新台币 结果陈其中说这是大突破 然后大家的这一个农产品外销 有很高的成长 那农委会当然也针对这件事情出来做说明 农委会说这是因为去年有疫情 澳洲是一下子封城 一下子缺货贵 货贵的运费贵的离谱 所以价格很高 竞争率很差 生鲜凤梨没有办法去澳洲拓展市场 如果没有办法去澳洲拓展市场 为什么要骗总统出来 做一个大内宣说 我们有大突破 这是不是农委会献蔡总统于不易 是不是 没有 秀琳完全不是 事实上我们去年新南巷的成绩真的很好 去年即便有疫情 去年1到9月 我们新南巷的贸易额 我们出口的部分 就达到439亿美金 然后水果的部分也有8.6亿 折合260亿台币 输往新南巷的国家 水果的部分 我们什么水果 比方说像金枣 柑橘 那个世家 好多 你可以那个上面条列 在我们那个官方的报告里面 写得非常的清楚 陈吉仲所提供的报告 非常的清楚 而且我们农产品也不竟然说 完全靠中国 不是这样 没有错 我们十大农产品出口国 出口种子第一大是中国 没错 它大概占20% 但是第二大的日本也直逼 也大概是15.5%左右 第三大还有美国13.7% 所以这么十大项的农产品 那么生鲜水果是占第三项 那并不是唯一 还有再来我们要把 澳洲这事情怎么回事 再来我们要把话讲清楚 就是说我回林副民主长的话 就是说事实上 国民党确实有计划性的 就是这个高玉仁先生 朱立伦的岳父 早在十年前成立21世纪基金会 在这十年来 透过前农委会主委孙明贤 当执行长 是有计划的 那把大量的 把我们台湾的农业技术 包括水果 哪有包括我们的渔业 渔产养殖 以及我们养猪的技术 你说那个石斑鱼是不对 对 透过 对 石斑 龙胆石斑等等 那透过跟中国建立的平台 那大规模的 把我们的农业的技术 那么移转到中国去 这是事实 这跟偶尔有一个两个 说什么过去 前民进党的里长 个人的偶去那边做 当然去 有啦 他刚刚已经说 这件事情不是重要的 是谁是大规模 有计划的 独立性的去做 我觉得这要讲清楚 那中国这次完全是政治 为什么 即便他们的发言人 第一时间讲 他说他们这一次 拒绝台湾的风里 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措施 然后还骂我们民进党说 趁机抹黑 所以我们民进党是借机 攻击抹黑中国 他这么讲 好 秀琳 生要见虫 死要见尸 不是吗 到现在为止 中国没有公布任何的事实证据 我们全世界各国 大家国与国之间 互相需要 互通有无 然后互相合作 进一步有互相的信任 那你不要我们的东西 你早讲 你不要说 还找我们的农民养套杀 然后现在你得到了我们的技术 那你也觉得把我们养套得差不多了 那你来做政治的打压 那我们彼此之间 国家国家之间的互相的需要 不是你中共施舍我们 我们也卖你那么多品质好的东西 你才给那个钱 所以我对于让利两个字 我全然不接受 那国与国之间贸易往来 有一个互相的信任 你不要 你早说 你不要用骗的 这一点是我们再一次强调的 那我们台湾不能说 为了说赚一点水果 或者哪一些贸易往来的好处 赚它的利息 结果把我们本金 把我们国家的主权尊严 培进去 这是我们全体国人不乐见 也绝对不会让它发生的 好 回应一下 就是我们新南向的业绩 到底如何 我先回应刚刚金哥的讲法 就我觉得很多事情 不要太过泛政治化 对 像我们台湾的农民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湾农民也偏小 你一个很厉害的果农 可能管理就十几公顷 一二十公顷 我们是精致农业型 对 这在台湾 就是非常厉害的果农 可是你在大陆的规模 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刚刚天地人是一万多公公 我们一个农产投资员 可能一过去都要 两千公顷 三千公顷为单位 那台湾这种 只能管十几公顷的 你到中国就能管两三千公顷吗 我想这点当然是否定的 可是很多台湾的农民 就讲了自己多厉害 然后一过去 要管这三千公顷就冲赛了 所以他们只有一句话 就是十个弯弯 九个骗 还有一个在训练 所以我们两岸之间恶搞 不是只有他恶搞我们 我们也都在瞎搞他们 对 那回到这个 国际处表示 去年货柜运费贵得离谱 对 货柜运费贵得离谱 但是那是下半年之后的事情 那是从七八月之后开始 货柜才开始涨 你凤梨季正在出凤梨的时间 到六月以前 那时候运费很低 你只要稍微看看航运股 那时候跌到快死了 那是什么 因为你疫情的影响 整个货运都缩起来 所以那些货运公司 才要开始捡船捡柜 所以在去年那个五月的时候 三月的时候 那时候货柜是便宜得要死的 你三月的时候 你跟人家说货运费贵得离谱 那根本是莫名其妙 那是五十六公斤凤梨干 应该不用用到货柜 对 五十六公斤凤梨干 根本不用用到货柜 对啊 而且你今天的凤梨 你今天凤梨是要去灌芽 要蒸过 这海运是一定挂的 所以你一定要走空运嘛 对 当然说空运的运费比较贵 所以导致你真的没有竞争力 没有 他是凤梨干 他不是凤梨 可是这不是你宣布之前 就知道的是吗 就大突破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了 对 你在大突破之前 你就知道我们做澳洲 有这么多劣势嘛 对不对 因为我跟你讲 我在农产业 我遇到很多农委会奇妙的规划 我以前有一次去开会 就里面农粮署说 我们要突破 我们要卖火龙果给泰国 我听了我就傻了 你要卖火龙果给泰国 全世界出口最多都是泰国越南 那你说你要出口火龙果给泰国 那是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那农粮署有时候这么奇妙的规划 那你看这个凤梨也是啊 你今天要开凤梨 你怎么会去开澳洲 澳洲是全世界检疫第一源的国家 所以它在检疫上不会放手 那是很正常的 那你因为你这个检疫 你要熏针 你要去灌芽之后 那导致了说你只能做空运 你海运过不去 那请问你做空运一颗十几块 十几块澳币的台湾凤梨 会真的有人买吗 你做过的评估报告在哪里 对不对 农文会有资源 他就应该好好正经的去做事 因为一个产业的心肾 一定是做过很详细的评估 再去谈检疫去开市场 就像以前台湾的生菜 出口到日本一样 那是看好日本冬季没有生菜 我们专攻它业务的市场 那些都是经过很详细的评估之后 去让人家开你的检疫 或相关的谈判等等 那你今天开了这个谈判之后 这个是零产值的一个检疫 对不对 那你开了之后 然后做完内宣 然后没有任何成绩 你就当成没有这一回事 然后被人家抓包之后 再来说是运费太高 所以农委会没有规划要做 你这个开了之后是贸易商要做才对啊 怎么会是运费太高 农委会没有规划 那就说明了你这完全就是政治单嘛 就是说 我就规划来开了之后 我叫我下面的台农发 叫我的厂商来做一笔 烟火放过就好了 你像以前的香蕉去中东 就是这个例子嘛 对不对 陈其中来开记者会 有十柜要去中东 就最后被记者踢爆只有三柜 然后就开始装了 那现在更惨了 那他开了记者会说 哎呦 我凤梨要到澳洲了 结果零 有啦 有56公斤的凤梨干 这个不用开就可以去了 天气网购 大家好 我是品秀玲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 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 深入的追踪 加入我们评论无双YouTube频道的会员 专属的影片 专属的徽章 我们不屑不散哦